我覺得這個故事最打動我的就是 作為一個普通人散發出來的一個善意 走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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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你送外賣的 你這時候逞什麼能啊 你出來 我要回家 我好想聽到了 我要做了 現在每一個一波人家都被人家 如果沒有 就因為其他人要來分擔你的工作 你覺得現在誰還有這樣的經驗 你這裏會破壞 你要我活活大了 你這挺住啊 開始 出 你不要那麼久就免洗消毒洗滸臉 你來完了全買完了 找什麼都沒了 沒了 啥都沒了 你好 現在是這麼情況啊 您要這口罩我跑了十幾公里 七八家藥房了都沒貨 這回這個戲劇演一個快遞小歌 還是在這樣的餘鏡當中演一個 特別特別的容易 來 開了 我覺得可能就是我沒有那麼高大上 很多時候還在為自己考慮 還有一些就是一些小蒜牌 或者一些斤斤計較的地方 在場的就是絕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但是善良的心實在 他那個底子是很好 我看就是他因為有兩次 一次是到了醫院 就是把口罩給人家之後 是那次是一次次的 好 失敗 來 哇 你行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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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大廳後邊 全是亂的 走走走 差不多找一個點 你行快點 你行快點 因為確定說後來 包括後來說 確定留下來 這個刺激都是給你 好 好 好 大姐 我這兒有補照 你給你一下 多少錢 不用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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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走之前確實是顧勇在醫院裡邊看到了很多 他可能心裡邊就有了一絲變化 然後才決定說在離城的那一天他沒走留下來能做什麼做什麼 顧勇 顧勇你幹嘛 上哪去 回去 顧勇你幹嘛 發了一個人留在這什麼意思 發了一個人 我們再送一趟 你回來 你就是一送外賣的 你這時候逞什麼能了 那在一開始 我也非常不理解他的做法 我可能更像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吧 謝謝大家 歡迎你用完之後呢 一定要随約的留言 這樣的話 大家才能知道使用效果 不用太著急說 就是你直播有的時候就跟大家聊 對 就是這個撒子的那種 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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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別讓我递出去 別讓你給我递出去 然後你走 就是我就是他的根其實 我覺得我要做的就是實實在在的 讓這個人物存在 讓這個家存在 讓這一對夫妻存在 顧勇 你這完能 給我拼命啊 給我回來 在大歷史背景下 那種小人物 他可能做好事 真的不是說 我因為一件什麼事 就突然間轉變了 可能真的人被事件裹挾著往前走 才是對的 最後讓大家看到一個客觀的 一個客觀的影像 哦 那個時期的那些人 是這樣慌亂的 也迷茫 然後也堅持 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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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家藥不藥 啊 是怎麼家藥不藥啊 藥不藥了 住院给你留个电话 你要是有什么处理不了的事情 或者有什么需要 你就给我打电话 如果要是发烧了 咳嗽 垃圾 你也给我打电话 我带你去医院 小纪念在家里的那一段 让顾永能亲身感受到 这个疫情给人民带来的 这些灾难性的东西 有一些地方危险 比较危险的地方 可能别人不太敢去送 那我就把自己防护好 我去做一下这样的事情 就像孙年一番 但是在过程中 他慢慢体会到了 确实能帮助别人是一种快乐 小红 没看到你还真来了 过去了 这边是太感动了 这边是太感动了 这边是五花了 第一个红红大发 这挺够的 这边是五花了 第一个红红大发 这挺够的 安全考虑我没办法去武汉拍手 所以我们会从武汉 专门调了三辆出租车到上海 然后所有的这个细节当中 尽量的去做到一些一个真实感 包括气候天气 希望能够还原一点武汉的感觉 我记得我拍的第一场戏是我要下车 然后跟顾勇我要非常崩溃的大喊 我就是怕 我就这样跑怎么啦 我们拼紧潜力去救他们去保护他们 谁来保护我们呀 是烂雕的口罩 还是穿在身上的垃圾袋呢 我想要活着 我想活着 我想好好孝敬他们 我要做了 他要代表那一大全医护人员 我觉得他肯定背负的压力会很大 然后在现场也一直在跟医护人员交流 就希望能够任何地方 不要被别人最后觉得你不够专业那样的 这个危险性肯定是最高的 然后如果他那时候都是疑似嘛 然后额酸报告出来阳性了 才会转到隔离病房 手这里可以的 是这样 然后稍微就冲一点 耳朵要包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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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护目镜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就是你镜子先扣上 然后这样子 作为护士这个职业的特殊性 我们在一线长期穿防护服 戴口罩戴护目镜 所以长期往复几个月下来 在他的脸上就是会有这样的痕迹 不用戴吧 他将内加痕啊 要把内加痕捩出来 你就把脸拍在这里 放出 你一直怼着 对 就一直这样拍着 然后这样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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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个角度拍着 这两天其实还蛮压抑的 会在一种特别压抑的状态下去 演诠释这样的一个角色 虽然他的戏不多 但是每一场都是心酸的 现在每一个医护人员都飞着 有一个位置控制 这里有人飞上去 如果没有 就因为其他人要来分担你的工作 你觉得现在想要这样的专业 我们现在占领的就是在浪费 你们那些患者的生命 我真的怕你们怕 我也怕 你怕 谁怎么怕 那个怕可能就是下意识的 对 但是就是 我怕呀 我也怕呀 你怕是可要可不要 但是如果说你能把它演出来 不是说出来的 好 我觉得 懂不懂了 对 对 我就是怕 你不怕吗 我们在场的就是 在活在当下的 绝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都是善良的普通人 一旦是需要说 你拉伸出一把手 就能帮别人一把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还是能做到的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美妙 其实作为演员 你要说意义的话 我要把这些英雄的故事 传承出去 流传出去 我是觉得 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 这就是人类应该有的样子 就是大家就是要团结 在这个疫情期间 力所能及 我觉得很真实 我希望大家更多地看到 每一个英雄的闪光点 能够把更多的正能量 传播给大家 特别想让大家能看到 武汉人民当时的这种坚持 让大家看到全中国 对武汉的支持 我只是觉得大家 因这个故事 而依然会对 在整个的大事件当中 普通人散发出来的善良 表示敬意 而同样再散发出自己的一份善良 就足够了 武汉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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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